梅兰芳的《黛玉藏花》 是1915年由邱山和李世堪编剧 1916年的月份在北京的吉祥园上演以后 长盛不衰 没想到与此同时 在上海也开演了一台黛玉藏花 这是谁演的呢 也是一个大名家 叫欧阳宇倩 那个时候呢 是号称南欧北梅 南欧就是欧阳宇倩 北梅当然是梅兰芳 欧阳宇倩你看看 他演的黛玉藏花 也是演了很多年 也是满堂彩 这个大家非常喜欢 但他的黛玉藏花和梅兰芳的黛玉藏花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说说这个欧阳宇倩这个人 欧阳宇倩呢 他是个多面手 他不单是能唱京剧 能唱昆曲 是吧 还能演话剧 还能演电影 他除了做演员呢 他还是个剧作家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剧本啊 是吧 他的话剧剧本 电影剧本 京剧剧本 昆曲剧本 哎呀 那个产量高级了 是吧 他自己呢 还在大学里边讲课 你看看 他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人才啊 是吧 他活的年纪也比较大 哎 他呢 是个著名的这样的一个 戏剧大家 啊 又是个全才 所以他呢 跟梅先生开创了红楼戏 民国的红楼戏 就是他们俩开创的 是吧 那么他的这个黛玉藏花和梅兰芳的黛玉藏花 是不是一个剧本呢 不是 这剧本是他自己和他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写的 因为他是能写剧本的人呢 对不对 好 那他这个黛玉藏花和梅兰芳的黛玉藏花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哎 不同之处非常多 哎 这非常多我们一一细说 第一个呢 就是剧本 这个剧本的取材啊 和梅兰芳不是一个段落 是吧 我们知道啊 红楼梦 原著当中的黛玉有点自葬化 一次呢 就是二十三回 宝代读取 那个时候 三月中换是这个这个时令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花是桃花的一花 是不是啊 他们在读西洋记的时候就落红成语嘛 都是桃花嘛 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第二十七回第二次葬花呢 那个时候是四月二十六 是花神退位 是另外一个时节 跟三月中换不是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呢 桃花里花也是已经是尾声了 这个时候主要的花是石榴花 凤仙花 这些花 所以你看原著里边 宝玉出来就看着满地的凤仙花 石榴花嘛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这一段故事呢 和三月中换二十三回那段故事 也有很多的不同 完全不是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呢 那个故事黛玉呢 是喜气洋洋的 哎 跑来看着黛玉 你在干嘛呢 我在葬花 你在读书 你读的什么书 两个人互相之间一起 坐下来读西乡 是吧 两个人之间毫无芥蒂 虽然中间出了点小岔子 但是那是小儿女半嘴嘛 是吧 咋去嘛 这没关系了 好 这一段可就不一样了 这一段是头一天 黛玉去怡红院 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丫头不给他开门 说宝爷爷吩咐了 谁来都不开门 好 不开门也是很正常啊 不知道人家怡红院有什么事啊 这对黛玉来说 虽然不开心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 他听到里边 忽然传出来 这个 别人的笑声 谁呢 宝钗的笑声 这可不得了了 这黛玉受不了了 哦 宝钗能进去 我不能进去 啊 宝二爷吩咐了 谁来都不许开门 哎 宝钗怎么能在里头呢 为什么单单把我挡在外头了呢 哎 这个欧阳宇倩就取了这一段 从这个戏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地方开始呢 黛玉就有很多的身段表演啊 是不是表情啊 唱段啊 是吧 悲悲怯怯啊 是不是啊 辗转反侧受不了啊 回去以后 第二天 扛着花锄出来了 是吧 看满地落花 就开始葬花 哎 就引出了他这段 快智人口的千古绝唱啊 葬花词 是吧 那他是不合群的 别人都在见 这个见花神呢 都给花神送行啊 是吧 宝钗子铺蝶啊 姐姐妹妹还在往这个各个树上 花上 这个 绑一些这个纸花啊 绢花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啊 找不着林黛玉了 林黛玉去哪了呢 宝玉呢 就去找黛玉 在一个山坡上 听有人悲悲怯怯 呜呜呜呜在哭 是吧 然后呢 再听了就是葬花词 宝玉在一旁听着吃了 是吧 不由的 就坐着呢 一直把这个葬花词听完 然后迎上去 是吧 一看 黛玉已经哭得像泪人一样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问黛玉 黛玉不理 不理 因为是有个误会啊 是不是啊 他怎么都没想到 昨天晚上怎么 把黛玉给挡到外头了 所以宝玉知道这个事以后呢 黛玉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让他不给我开门 是吧 宝玉呢 就赶快解释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是吧 指天师 所以黛玉看他急成这样 也觉得对 也可能跟 他不知道 就是这些丫头 是吧 贾传圣旨 就说呢 你这些丫头也该管一管 对不对 那好 兵士前嫌 就这么一段 故事 那么他的黛玉藏花 和梅兰芳的黛玉藏花 就完全不是一个故事了 那么在表演上呢 他有很多自己的设计 比如说黛玉 最郁闻的时候呢 一个人 做这个也不是 做那个也不是 他就给黛玉设计了 因为大段的唱段容易干 容易冷 坐在那唱 站在那唱都不好 他就设计了一些表演 表演什么呢 就黛玉弹琴 弹弹琴呢 又觉得弹琴很无趣 然后再去调鹦鹦 调鹦鹦呢 调鹦鹦鹦鹦也不解忆 是吧 他就加了这样的一些表演 他为了让这个表演生动呢 他真买了一只大鹦鹦 是吧 买了这个大鹦鹦 回来呢 他把它 训练了好多天 他不是马上买了就上台啊 训练 他觉得训练好了 没有问题了 他就把鹦鹦挂在舞台上了 那到了这段 要调鹦鹦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没想到鹦鹦一下子 砰呀飞了 是吧 那么一飞起来 因为这个鹦鹦的脚是拴着的呀 他飞不走啊 啪一下就把鹦鹦拽回来 吊了下头了 就倒挂在这个架子上 这个鹦鹦也不起来 就倒挂在这个架子上 惨叫 一下子把这个戏给搅了吧 欧阳雨倩非常聪明 反应很快啊 这个时候要不反应快 这怎么办呢 得救场啊 是吧 下班的词都不唱 看着鹦鹦 一直看着他 你就惨叫 就看着他 他作为一种表演 然后很无奈的摇摇头 叹口气 然后转身 摇着头走了 就把这个戏圆过之后呢 等鹦鹦不叫了 他再把这个唱段 接下来再接着唱 再接着往下演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把这场圆了 但是 如果这个鹦鹦再演的时候 再出事怎么办呢 所以下一场 他就换了 这鹦鹦只演了一场 这活鹦鹦就换成假鹦鹦了 换了个假鹦鹦呢 当然就不影响他演戏了 不会再出岔子了 但是呢 他所要求的这种生动就没有了 因为假鹦鹦怎么调配不动啊 是不是 他是死的 他不会动啊 所以呢 他后来就觉得呢 还不如不要 因为戏曲表演 经常是无实物表演嘛 他所以就把这个鹦鹦给去掉 就完全靠他的一种虚拟的表演 他一些唱词 调琴怎么样 调鹦鹦怎么样 就把这个表演带过来了 当时也是非常好 那么戏曲表演是这个样子啊 他经常是没有布景的 是吧 那个比方梅兰芳演的戴去葬花 最开始的时候啊 在舞台上设计了一个布景啊 这个布景是什么呢 这个布景就是肖险馆 但是演着演着就觉得 这肖险馆多余了 因为时空不断的变换 葬花也不是在肖险馆门前 所以后来还是把这布景撤了 撤了以后反而好了 是吧 那我们看这个戏曲舞台上 经常一把椅子 一个桌子 就代表了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城墙啊 这桌子可以带城墙啊 是吧 也可以说它是一座桥啊 是吧 这个椅子呢也可以说 它是坐在椅子上 就是坐在房间里啊等等 是吧 虚拟的门里门外啊 一抬腿就是百里千里之外啊等等 是吧 这种虚拟的布景 是吧 在这个城市化的表演当中呢 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在戏曲表演当中呢 也是很来采的 比如说庙 庙长追舟 穿去的庙长追舟 这个身段啊 就代替了很多这个道具布景 比如说庙长追舟 追这个船的时候 这个老船夫 是吧 把船撑走了 跟他开玩笑吗 撑走了不理他 撑走了 这个撑走呢 很有意思 如果是西方的戏剧的话 那就得在舞台上弄一条大船 是吧 真船 但是你看这个戏曲表演 它完全靠身段 往船上一跳 这个人的身段 就让人感觉到 是在水面上的船 上下波动 是吧 接了庙长上船 也是这种身段 所以这就 这就很美 也可信 它是在大家 在看戏的同时 又掉了 又又又掉出了一些想象 是吧 结合的一起 所以呢 这个虚实之间 就更有一番意境 好吧 那么 欧阳宇倩演的这个 戴玉藏花 演到 1917年的时候 梅兰芳知道 他也知道 梅兰芳在演 梅兰芳也知道 他在演 因为 金户两地 还是有些人来来往往 就带了一些话 所以梅兰芳呢 就说 旁人不知道 是吧 看了以后呢 还以为 我们俩在比赛呢 实际上呢 不是 谁都不知道 谁在演 是吧 但是两个人 还是心心相细 两人后来又合作 这两出 这个 戴玉丧花 这个给戴玉配戏的这个 也是明觉啊 这也不得了啊 你看 梅兰芳的 这台戏的 宝玉是谁呢 是江妙香 明觉 欧阳宇倩的那台戏的 这个宝玉是谁呢 是周信芳 你看看 这两个都是大明觉啊 是吧 所以你看看 他们这两台戏 都是明觉会碎 虽然人不多 但是都是了不得的人 那么他们俩 是带了个头 是吧 梅兰芳和 欧阳宇倩 在民国 这个红楼戏当中呢 带了个头 他们最先开始演红楼戏 而且越演越多啊 梅兰芳演了三处 红楼戏 他当然其他的戏也很多 他总共 你看 齐如山和李世堪 就他们俩人 就给梅兰芳写了 四十多个戏 其中红楼戏呢 有三出 一个呢是戴玉藏花 一个是千金一笑 千金一笑是什么故事呢 千金一笑是 情闻思善的故事 是吧 还有一个郡西人 他把西人拿出来 当成一个主角 还居然敷衍了一出戏 都是很好 那个欧阳宇倩就更不得了了 欧阳宇倩一共演了九出红楼戏 都是自己创作的 这太了不得了 他除了这个戏曲之外呢 他还写了很多话剧 包括红楼梦题材的话剧啊 比如说大闹宁国府 鸳鸯剑 是吧 这些都是这个红楼梦题材的 鸳鸯剑不用说了 鸳鸯剑就是 呃 游二姐游三姐 尤其是游三姐和柳湘莲的故事吗 对不对 他自己右眼京剧 右眼话剧 这个欧阳宇倩 也是不得了 好了 他们俩开创了这个红楼戏 之后 是吧 成就 集大成的是什么人呢 还不是他们俩 是另外一个金玉明爵 此人名字叫 寻会生 好 下一讲 咱们接着往下说